走独大长沙正在播出 长沙一座既古老又充满现代感的大都市 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底蕴 有传承至今的相处文化 同时这里还有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 霓虹闪烁的摩登生活 正是这样古今的碰撞文化的交融 形成了一座城市包容天下的广阔胸怀 越来越多特别的朋友来到了这片土地 长沙这么大 我想去看看世界这么小 四海街朋友 今天我们走独大长沙就迎来了一群这样特别的朋友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Hello guys Hello Could you introduce yourself for my friends OK My name is Ben Ferguson I'm from the state of Kansas 我是美国人 Thank you 我叫Blanka 我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Wow so beautiful 谢谢 Thank you 谢谢 我是Kristina 我是葡萄牙人 我叫王大山 我是长沙本地人 哇 长沙本地人会说长沙话吗 我听得理解可是很难说 很难说 我教你说一句 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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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的意思 对 长沙的东西好吃吗 非常好吃 真的吗 你最喜欢吃什么的 嗯 肯定是吃秋冬火的 秋冬火 这位操着一口流利中文 自称长沙本地人的王大山同志 其实来自意大利 是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外教 在长沙已经生活了四年多 都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像王大山这样 在长沙观光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外国朋友 每年都不下百万 在这些外国人的眼中 我们的美丽星成 月面流长的胡乡文化 又会呈现出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呢 在长沙市委宣传部 市政府外市桥办公室的组织下 这里是长沙栏目组 有幸参与了此次 快乐长沙我的家主题宣传活动 与七十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国际友人 一起来了一个特别的长沙一日游 你准备了吗 是的 我们走 去感受一下第一站是哪里 你猜到了吗 国际友人初来乍到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 自然是非常感兴趣 而湖南自古就是与米之乡 天下南仓 所以大米 作为我们平时不可过缺的主食 在这里有着极高的地位 那么在我们长沙与大米 最有渊源的地方 莫过于此了 没错 这座外形宛若绽放的稻花建筑 就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型的水稻博物馆 隆平水稻博物馆 那你吃过大米吗 那你喜欢吃大米吗 那好吃 你觉得大米在我们中国 它是占了哪个环节最重要的 我觉得大米的松果相当三级用的 这个有什么用的 它在主食中是最重要的 那你了解我们袁隆平吗 没有 我们等一下去了解一下好吗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些大米杂交水稻 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的农业技术 一直是一块响应世界的金子招牌 而袁隆平院士 在我们湖南研究的杂交水稻 就是皇冠上最闪亮的一颗明珠 杂交水稻不仅被西方人誉为东方魔道 同时还被人认为是 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的一大法法 在我们今天参观的隆平水稻博物馆里 便详细地向世人展示了 袁隆平与他的杂交水稻 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随着参观的深入 从外国人大山对杂交水稻一无所知 到开始渐渐认识到Superrise 也就是超级道 为解决人类粮食问题 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贡献 对于湖南这片土地 能孕育出袁隆平这么一位 非常了不起的科学家 还由衷地敬佩 看来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 不仅仅仅是我们湖南的骄傲 更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骄傲 创造改变世界 长沙魅力无穷 看来今天第一站还真是来对地方了 对此本栏目的特邀评论员 来自非洲的长沙老口子毛鲁克 也是赞不绝口 袁隆呆呆 他的从小这个故事 全部都留在这里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 意思就是说什么 留给下一代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忆 因为下一代的话 一过来 哎呀 我们曾经在我们湖南 有一个叫袁隆伯伯 其实全世界的 撒带水的就靠他 一句话 你要撒 你要撒 我说毛哥您这点评 那也是相当的尿材呀 不愧是我们长沙人民的老朋友 在感受完长沙创造的魅力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要带着外国朋友们 一起体验一下长沙速度 于是我们马不停蹄地 来到了长沙火车南站 当然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坐高铁 而是要体验一个世界之最 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磁浮运营线 要说最能代表长沙速度的 应该是这一条磁悬浮快线了 那么这一条快线 是我们中国的第二条磁悬浮快线 也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条磁悬浮快线吧 来吧 Let's go Let's go OK 说到长沙的磁浮快线 无疑是高端科技的极大成舍 我们长沙这条中低速磁浮快线 不仅拥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 同时以性价比极高组成 据了解 它的造价甚至比地铁和轻轨还要低 而且舒适度也大大增加 大家我们现在坐的这个磁悬浮列车 已经开动了啊 我们感受一下 师傅感觉声音特别小 对于这条磁浮快线的舒适度 外国朋友们纷纷点赞 甚至在列车全速行驶中 香烟还可以坐到直立步道 所以用时下最流行的语言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老哥文 你享受一下 它是比较简单 我之前没有买过 它比较简单 它是比较简单 它是比较简单 我会非常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如果坐车的话 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 坐车的话 20分钟就OK 你看 这里还有一位拿着手持相机 做现场直播的外国老哥 真是厉害了我的哥 没想到你还是一位长沙的老司机 不过对于这条磁浮 他也有自己的疑问 他刚刚说到两个一点 比如他很想知道磁浮的投资是多少 然后他还想知道这些磁浮 对人类体健康有的一些影响 在这儿 我们还要告诉这位外国朋友 这条长沙磁浮快线 总成本约为每公里2到2.5亿 远远低于地铁交通系统的总成本 而在辐射方面呢 您就更加多虑咯 因为经过专业人员的测试 它的辐射量 甚至比电吹风和剃须刀的辐射 还要低呢 当然 我们还是非常欢迎大家 多发点朋友圈 多将我们长沙好的一面 记录分享给自己家乡的亲朋好友 让世界看到我们长沙 不仅磁浮快线不速度快 城市的发展更是又快又稳 记得一定要积极点赞哟 长沙市场的发展 太快了 太快了 外面运足味就到了午饭时间 尽地主之宜 让老外们体验一下中国最地道的中国美食 自然也是我们的职责 吃完中饭 我们再度启程 这一战是 除了饮食 长沙的历史文化 也特别受外国人的关注 那么想要亲身感受一下历史的痕迹 就非得去国务馆 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长沙剪毒博物馆 剪毒其实就是中国古代书写用的 竹简和木片 是造纸术出现之前 一种特有的文字载体 而我们中国的汉字 渊渊流长 又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传承的载体 所以参观剪毒博物馆 不仅能让外国朋友 了解长沙古时候的风貌 更能领略 互相文化的博大精深 看这个剪毒 可以感受到 以前的长沙的生活 很有特色 特色的中国的东西 就是我以前不太留学中国 以前在我的国家 我看中国的电影 然后感觉就是 中国是一个国家 就是功夫 然后中国菜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 我知道了很多中国的利息 所以说传统的才是民族的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能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 产生如此成为共鸣 甚至每年吸引着无数外国人 来到中国亲身感受 这也正是传统文化 无可抵挡的魅力 文化之旅还在继续 我们离开了解读博物馆 马上就来到了 长沙的地标性建筑 三馆一厅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最后一家 来到的是 文化气息非常浓厚的 长沙市图书馆 那么在这里正在举行的是 开了长沙国家 文化主题交流活动 那么这个沙龙会上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原来这是一场以诗歌朗诵 为主题的文化沙龙 在这里不仅有萌萌的小可爱们 朗诵诗经的表演 连金发扁的老外们 也认认真真 游满游演地学起了中文 森森上台秀起了中文 我叫赵德燕 我叫安等会 我们来自千年千古 百年校名的湖南大学 我们一起认识房子 我跟他们讲中国的一生 中国的故事 在解读博物馆 我们一起领略了汉子的古老 现在我们又在这儿 体会到了汉语的魅力 快乐的长沙文化 也让所有来参加 文化沙龙活动的朋友们 感到意犹未尽 不需此行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喜欢这样的活动会越来越多 我喜欢小朋友的那个朗诵 为什么我喜欢这个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文化的话 不会断的 已经留给下一代 已经转给下一代 下一代也会转给下一代 所以就放心了 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 本次快乐长沙 外国人眼中的长沙活动 也愉快地画上了圆满句号 近年来 长沙不断向国际化 大都市目标迈进 城市开放度日渐提升 据统计 2015年 长沙共接待入境旅游者 120万人次 常住人口4000多人 与五大洲的43个城市 结为友好城市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开始知道长沙的名字 了解长沙的文化 分享长沙飞速发展的喜悦 好的 欢迎回来 看来在外国人的眼中 长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幸福的城市 近年来 随着长沙城市开放度的提高 来长沙定居的国际友人 也越来越多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 来到中国 在咱们中国这么多城市当中 选择长沙定居呢 下面我们就来连线一位 生活在长沙的老外 嗨 中 你好 请自我介绍一下给大家 我是中文来自美国 我在长沙待了四年多了 我以前在长沙理工读书 读了头目工程 我刚毕业的 我一直在 我住了一直在长沙 我好喜欢长沙 就是您身边的外国朋友 在长沙工作的多不多呀 有好多人在这边工作 都是外国人 那为什么你们就是会选择在长沙工作呢 因为有五点方面吸引我们 嗯 但是 历史与悠久的 往古城 交通便利 第三 经济发展非常快 对 美食 还有美女 谢谢 那么今年来长沙已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 创建国家中兴城市为目标 在对外开放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长沙市外市乔务办办公室副主任 钟发力 钟主任 请他来谈谈 长沙对外交流的一些成果 好的 欢迎钟主任 钟主任您好 您好 就是在近几年给大家谈一谈长沙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好的 我首先想就是谈一谈这种改革开放的成绩 让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些变化吧 嗯 我想你也感觉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出去出国跟以前比较起来 特别近几年觉得太方便了 是 首先我们就可以直接坐飞机坐到外国想去的国家 现在我们开通了 黄华国际机场已经开通了28条国际航线定期的 从长沙直达 从长沙直达的 那么这个直达的话呢 以前是基本上只有东南亚还有包括这个咱们的境外 香港澳门 现在是美国我们有航班这个就是美洲 然后欧洲又有德国 然后澳洲我们现在有也有了 有墨尔本 那么今年我们还会开通去这个英国和这个莫斯科就是俄罗斯的 所以你无论是坐飞机还是坐高铁要出境都非常的方便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到去年年底为止有12个国家在我们长沙市设定了 就是建立了签证中心 也就是说你要因私出国 这个因公的还不行 你要因私出国的话 你用不着跑到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武汉这种 在长沙直接可以办签证 直接可以办签证 所以我们就是非常的方便 这是就是出国方便了 然后做这个对外贸易的 我们也感觉到很就是也比以前方便很多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立体货运体系 这个已经打造成功 那么去年我们还开通了这个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个 就是相互快线 相互快线它可以就是它的本线 它的主线可以到德国 那么它的副线可以到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 这个可能大家感觉到了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商场里头 大一点的商场里面进口食品多了 我想与这个相互快线是有很大关系的 这就是就是这个做生意的人 他应该也感觉到了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货运体系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让我们的这个出口贸易 它这个企业它的成本降低 运输成本降低 效率提快 第二的话呢我想就是我们引进来的成果也是比较显著的 首先我们说外国人去年到长沙来旅游的这个数据 去年是121万 121万 光是就是2016年 光是从这个黄华机场 咱们进来的外国人 他就是出入境是50万 可能这样说大家没概念 我就比较一下 跟前几年比较 就是跟总个中部其他的省比较 我们这个黄华机场的这个出入境的外国人的这个数量 这个50万 是中部其他五个省的口岸的机场呢 口岸机场 加起来的这个总和的1.5倍 总和的1.5倍 1.5倍 所以这个还是说我们长沙这个 就是还是知名度越来越高 所以来的人 来的人比较多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500强 我们经常说世界经济的这些龙头老大500强 它有140家在我们长沙投资 然后有20多家这国际商会 在我们长沙建立了 在我们长沙成立 这都是一些引进来一些非常就是 也是我们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吧 我们近几年长沙这些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也跟我们长沙市上上下下 湖南上下下 所有的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也谢谢钟主任今天注客我们的演播室